开发路由呢 我们先打开这个blog.js 这里面呢 我们只有一个list 而且还是反馈的假数据 这块其实我们就直接可以参考 这个express里面的这个blog.js 它需要什么呢 我们就直接拷贝过来就行了 首先我们需要拷贝的是一些引用 就是像这里面的对controller的引用 以及对这个response model 还有这个login check的这个引用 我们直接拷贝过来 应该后面会用得着 这个设置给它往后放一放 这样代码看起来更规整一些 OK这样的话 我们先去看这个list的这个路由 list的这个路由 list的路由 我们直接去把express这个相关的代码 直接拷贝过来 然后我们去修改就可以 好大家看第一行 authorrequest.query.authorrequest肯定不能用 是吧 query我们之前说过是用context.query就可以 然后再往下也是一样 context.query 然后再往下一样 contact.query.isadmin 那就是当前的管理员 然后就打印isadmin 然后request.session肯定不行 是用context.session.usadmin 等于nan的话 然后就怎么样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肯定是response.json肯定不行了 对吧 我们要写什么 context.body复制成 newerrormodel 好 然后它最后是return 再往下author复制成 request.session应该改成 context.session.username 然后再往下 result.getlist 我们getlist现在用到了 对吧 getlist是control里面的 control里面的 我们说过 control里面的函数 全是这个异步语法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么写 result我们可以 我们就重写吧 list.data复制成 await.getlist.author和keyword 当然使用await 前面肯定要加一个async 已经加上了 因为这个getlist 是一个promise 对吧 我们这里也能看到 返回之后用点字 说明它是个promise 然后说await 可以把它的值 获取出来 它的值呢 其实有个点字 后面的值 就是这个list.data 然后有了list.data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 context.body复制成 newsuccessmodellist.data ok 现在是两行代码 就可以搞定 现在这么多的 大约是六行代码 六行代码的事情 大家看是不是 更加简洁了一些 好 我们关掉 这就是这个list的 这个中间的处理 或者说list路由的处理 再往下我们是哪个路由 我们先在这折起来 是detail路由 是吧 detail路由 然后router.get detail 还是async function 然后contact next ok 那这样 我们先把路由写完吧 detail 然后下面是什么 是new 对吧 new它应该是一个post new 然后new下面应该是 update 对吧 new下面是update 然后是delete 在后面几个都是post delete ok 这样先写完 我们再去看detail路由 detail路由 我们也是直接就这么先考过来 考过来之后 首先request.query 肯定是要复制contact.query.id 对吧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 detail这个是controller里面的一个函数 所以说它也是个promised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通过之前的这种改造方式 就我们直接去costdata 复制成 await getdetail 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 大家看 data是 它之前是个promise promise.z里面有data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汇取data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contact.body 复制成 这个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data 是不是更简单 好 保存一下 再往下 遮一下 不遮一下 看很乱 再往下是new 对吧 再往下是new new 我们也直接把这些代码拷费过来 然后去搞一下就可以了 new就是新建 新建可能就是用了post的一个结果 然后request 叫body.author 这肯定不行 用context. 我们说过 context.request.body 对吧 因为我们在打开这个Udata 当时 我们在测试这个login路由的时候 我们是用的这个context.request.body 来做的 request.body 复制成author .author 复制成request.session 肯定不行 context.session.username 到这儿呢 我觉得可以这样更加简洁一些的写 是把这个context.request.body给它提出来 然后直接放到body里面去 然后这个body.author 复制成session里面有的name 然后这个地方request.body肯定不行 我们就直接写成body就行了 new blog new blog是controller里面的一个函数 所以说根据我们之前的写法呢 controller里面还是我们可以直接这么写 data 复制成 await new blog body OK 然后最后 data有了嘛 data有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contact.body 复制成这个 来 然后直接去返回了 这个就可以 不用了 好 保存一下 折起来 updates updates应该也是一样的 首先request.query肯定就是context.query.rd 然后request.body也就是context.request.body 除了这个写法是这样的 然后再往下 updates.blog应该是controller里面的一个函数 所以说根据之前的写法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constit value 复制成 await 这个 用value嘛 value是这个promise 在里面的内容 然后 返回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拷购这个逻辑去返回就好 if value 就返回了什么 else就返回了什么 当然返回我们还是得用context.body 来去做 都是重复的工作 我感觉 这块其实讲起来有点无聊 但是我们还是坚实的把它说完吧 好 保存 这就是update的逻辑 是不是更加简洁了 对吧 然后delete的逻辑 直接拷贝过来 还是一样 request肯定是不行的 request是context contact data session 然后这个request也是改成context contact data query 然后delete blog也是controller里面的一个函数 也是一个assign的一个函数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inst value复制成delete blog 这个value其实和这个里头的value是一样的 然后具体的返回的逻辑可以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avit 可以直接粘过来 后面的可以不要了 粘过来之后 这个返回 返回我们必须用context.body来去做 好 这样就ok了 保存一下 好 delete已经搞定了 delete已经搞定了 然后 然后再是这个users 就是那个 我们先把这个blog给关掉吧 还问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这个login check login check login check 其实和这个也是一样的 login check 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 比如说new里面加login check update里面加login check 然后delete里面加login check login check 我们刚才已经引用了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login check的代码 它其实也是个中间键 对吧 然后context next 判断session有没有有的name 如果有的话就执行avit 如果没有的话就执行这个 context 叫body for 什么微等录 这样 好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这个blog.js的路由就算是处理完了 虽然说这十几分钟看起来有点扩燥 但是能感觉出它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有了规则 有了这个中间键的规则 有了我们之前express的一个代码的积累 它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两个关闭 关闭之后呢 我们再打开这个user.js 然后这里面 这是express的user.js 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clare2的user.js 这里面 要把这个登录的逻辑给它搞过来 首先 获取这个unit name password 肯定是用我们这个context requesterbody这种方式 对吧 然后result等于login login是我们要引用 login 这两个都要引用 login login是controller这麽的 然后sexpress model error model对吧 都要引用过来 然后login是controller的一个逻辑 它肯定是一个返回一个promise 返回promise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用 cast data 复制成 await login 然后user name prosword 好 完成之后 我们再直接把这个逻辑给它考虑过来 因为不用promise的可设 然后if data.name 然后设置session 对吧 session我们就直接用context.session来去设置 而且必须用这个去设置 context.session.name等于什么 然后context.session.name等于什么 然后这是登录成功 对吧 登录成功之后我们返回 返回肯定用context.body来返回 然后返回之后就return了 如果是登录不成功 也是用context.body去返回一个错误信息 好 到此为止的这个session test 我们就可以暂时先注释点 暂时先不用了 OK 保存 保存完之后我们去看一下空中台 有没有报错 好 没有报错对吧 没有报错就说明我们代码写的 至少是语法上就是没有很明显的错误 我们等会再去连条看一下 这个 我先关掉 连条看一下 连条看一下 这个我们写的这个blog.js 还有这个user.js 这个接口啊 路由啊 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啊 现在不管它后面有没有问题 总之我们看到 我们使用了这个 car2里面这个async await的这种语法 就是变得特别简洁 对吧 就是看起来就像同步的写法一样 比像这个detail的这个最明显 对吧 我们直接去await一个结果 然后直接去返回了 这样多明显 就是不像promise的使用那样 还有个.z 什么返回啊 什么return啊 什么东西 那也挺麻烦的 OK 那我们代码就写在这 我们下一节开始 就连调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就是在这边 所以我们下工之间的 就是这个 这边的 所以我们下工之间的